头条开奖提到开会员咯 邀请您加入会员 加会员支持头条开奖 一起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华文新势力 拜登的这个现在已经很清楚了 他对重大决策他是由一不绝的 他不是很果断很决断的一个领导人 所以他下面的人讲话 已经都已经讲得很明了 不过就是说雷蓬多他主管商务 他不是主管贸易的 贸易应该是戴琪 那么他显然他现在站在这个 就是说把对大陆的关税 取消了这个立场 另外叶伦财政部长 他也不是管贸易的 不过他也站在跟雷蓬多一样的立场 可是问题就是拜登 拜登每次问他都说 我们还在考虑 还在考虑 我们正在考虑 那到底要考虑到什么时候 这个问题不是说 中国大陆有在要求什么 而是说美国的这个社会 这个通膨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了 虽然你说这个是一个所谓的 这个新的状况已经改变了 你这已经是一个落后的指标 可是问题谁能相信呢 你这个基本上 你现在你拜登政府讲的话 你已经让美国老百姓没有信心了 因为他们本来讲通膨是暂时性现象 后来道歉说我讲错了 这种事能够讲错吗 对所以现在美国的问题 真的是蛮严重的 所以现在其实我想在中方来看的话 可能也就是那就等你先降了再说吧 因为在现在在听他讲什么都没有用 你说中方吗 中方四个清单里面 我都怀疑有没有关税问题 也就是说关税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 是不是像美国这样子 这个非常非常的非常的严重的问题 美国现在是通膨的问题 中国大陆现在不是跟美国贸易 被克关税的问题 这个在他的这个整个的 这个面临的问题的挑战里面 排得很后面 中国大陆GDP占外销占GDP只占19% 然后美国对这个 美国对中国大陆整体的外 整体外销也不到20% 所以中国大陆GDP不受你这些 这些所谓的额外关税影响 而且去年一年的这个贸易统计 看起来不但整体贸易量增加 中国大陆的入超还更 出超还更多 所以有这个关税也好 没有 有这个关税我也不在乎 没有那更好就是如此 对我想他基本上 他对中国大陆 当然目前的快速崛起 而且这个军事力量快速扩升 我想他的看法是一致的 他应该是觉得 对这个整个区域的军事平衡 他是认为是会有造成 这一些变化的产生的 我想这个是 正常状况下也做这种判断 也不是太令人意外 因为中国大陆过去五年十年 海军是下水脚 是这个速度非常快 当然中国大陆有他这个 有中国大陆崛起 还有这个快速建军的 这个背后的逻辑跟思维 那不过就西方人的思维来讲的话 他会觉得他是觉得是 一个对他来讲 是一个难以了解的事情 而且澳洲这个国家 现在在这个亚洲国家 环势之中 我觉得他们有一点 这个就是说 尤其可能会失去 他们欧洲属性 他们的欧洲认同 可能会因为他这个人口 这个改变 还有跟这个周边国家的 快速发展 可能会让他们的欧洲属性 有所改变 我觉得他们心理上 就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恐惧 那么他们离他们的 这个祖先来的地方太远了 那所以他现在非常强调 跟这个西方国家的这种 安全上的伙伴 伙伴关系 其实澳洲 过去世界大战 澳洲虽然偏处南太 没有一场他没参加的 而且二次大战以后 美军发动了很多攻击 澳国军队 澳洲军队都是参加的 只是他过去对于他这个 他的这个整个的安全 因为他地理环境 所处的安全 他没有这么深的一个恐惧 你可以看出来 他现在是有比较多的恐惧 恐惧感 因为他可能看到 美国的力量相对是在削弱 那欧洲的力量更差了 更往后退了 要到亚太来的话 那真正就是亚洲人的天下 那他一个欧洲人的一个 一个国家为主体的国家 他是有一种越来越强的 一种不安全感 所以我觉得他们跟美国 走得越来越近 这个跟这个他那个背后 一个深沉的一个恐惧 事实上我觉得是有很 很大很大原因 所以他今天对中国大陆 从Morrison那种摆明了 就是敌视 就是对抗的那样态度 那么到现在爱班尼斯 走比较现实主义的外交 也就是说虽然存在着歧见 可是我还是愿意跟你做交往 那么很多事情可以谈的则谈 那这个情况之下 也不代表说爱班尼斯的政权 很快就可以把这个澳洲 这个整个欧洲后遗的 这一群掌握政治的 掌握社会这个政治机器的 这一群欧洲移民后裔 对他们的未来的忧虑 就会因此而不见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到了美国 他看到他们这个 这个昂煞的这些 这些朋友 同族的朋友 那心里话就要讲出来 对啊 心里话就讲出来 所以我觉得 跟中国大陆的一个和解 一个缓和关系 是基于现实不得不做的考量 可是跟美国 真的是真心诚意的 要拥抱在一起 所以我觉得 从这个角度来看 对澳洲的这个看起来 表面看起来 有一点矛盾的一些说法 说辞作为 其实它背后来讲 有它的逻辑 它就是会这样做的 那不过我是觉得 这个澳洲的关系 在Morrison主政的 跟中国大陆关系 在Morrison的主政的时候 已经推到最坏点了 现在往后面的路 是往前慢慢 改善的路 慢慢往前迈进 那么可能就是说 走了三步又退回两步 可是我觉得大方向 是往前改善 最近这个乌军在 这个俄乌战争中 节节败退 可是这个泽伦斯基都说 他们在打胜仗 而且准备大幅反攻 所以你相信谁的话 因为我们就很简单一个 我们很简单一些 就是说逻辑来看 谁的话比较真 乌克兰平均国民所得4000 现在已经跌到3000了 俄罗斯上万美金 你想说老百姓希望在俄罗斯过 还是在乌克兰过 光就业生存来讲的话 另外一方面 乌克兰贪污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乌克兰还有一个大问题 还有黑帮 过去的社会质量不好 然后他的亚述营 其实在过去的时候 他们这是变成什么 他们是一个执行私刑的部队 他们曾经说这个 他们自认为自己道德很高尚 他说这些电玩电 都不应该让他生存的 所以这个亚述营就找了一批人 在基辅就冲进别人合法 开的电玩电把人家砸毁 他说这些是道德上不允许的 所以这些人很像当时 在二次大战以前 德国的纳粹 在德国南部做的 在德南地区做的一样做法 他们认为他们是道德高尚的 他们认为他们代表纪律 别人是堕落的 别人是不爱国的 所以乌克兰的社会状况 非常糟糕 那这个情况这样 你相信这些俄罗斯 要去做乌克兰人 那不是留着做俄罗斯人吗 起码做俄罗斯人 肚子还吃得饱一点吧 所以我觉得不要听乌伦 泽伦斯基的话 我现在不太听了 我觉得他这个话有问题 俄罗斯也收了上百万 乌克兰的难民 对因为事实上 从俄罗斯的角度上来看 2014以后 乌克兰境内的俄罗斯人 还有俄裔 讲俄语的俄裔人士 受到了很大的迫害 所以他们很多 他们宁愿搬回俄罗斯去住 所以现在的话 就是说这个部分 其实西方媒体都不报道 可是现在就是说 这个战争部分 俄罗斯本来他就有 这个乌克兰本来跟俄罗斯之间 在民族的部分 就很难拆解得很清楚的 他们这个中间的通婚 什么互相本来是同一个国家 居住没有界限 那这个乌克兰成立以后 就变成这个 变成这个这些老百姓 他今天俄罗斯人 可是住在这个地方 突然变成另外一个外国了 那他又离不开 离不开又回不去俄罗斯 那战争一开打以后 这个当时的这个乌克兰总统 讲得很狠狠的 他说顿巴斯那些 我要让顿巴斯那些判 就是说这个乌克兰叛徒 让他的年纪大的人 拿不到退休金 让他们的小孩子 永远都躲在不见天日的地窖里面 所以就大开杀架 所以2014年开打 到这个俄乌战争正式开打 双方死伤1万5千人 这个是非常大的阵亡人数 然后这里面多少难民 所以很多原来在乌克兰的 这些俄罗斯人们 逃回到俄罗斯 俄罗斯可能原来对于他们 给予这个乌克兰 因为他们是乌克兰公民 他算是俄罗斯裔的 对他们的这个过去的申请 俄罗斯籍可能还是比较 手续比较繁复一点 现在他就完全打开了 我觉得这个他们现在 我想最主要争端是因为 哈萨克不同意承认 现在这个乌东的两个独立的 新独立出来的国家 那俄罗斯是希望他们这些 就是说最紧密的这些国家 都能够承认这个 这个鲁干斯卡 顿内刺客这两个新的人民共和国 我想这是一个导火线 那其他部分其实 哈萨克跟这个俄罗斯之间 并没有太多的矛盾 而且相互之间 在很多组织里面都是重叠的 所以我认为这个不是一个 不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突 而且现在的情况就是 这个哈萨克自己本身 内部也有问题 前一阵子他才发生 这个内部的动乱 那个时候还是透过这个 所谓的这个当时的 他们这个叫独立安全组织 独立集体安全组织 俄罗斯派军帮他们处理掉 他们内部很大的一次动乱 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要是很快 各种矛盾都可以解决的 我想他会这样讲 应该就是还没有部署过来吧 因为这个无人舰 他是刚刚成军的 他这个可能战力 还有他的这个战术各方面 都还在发展当中 那其实美国军发展也蛮久的 他有几艘无人舰 有的还单独穿越过 这个那个叫什么海峡 日本的京青海峡 南边的那个 不是南美洲的那个 南美洲 中美洲的那个叫什么海峡 巴拿马运河 那另外他还有一个补 就是说一个无人补级舰 曾经单独航行5000公里 对他这个事实上他们这个演 就是说已经有这个无人舰 而且加以演练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可是是不是能够 他基本上是作战辅助 不是说真正的主要战力将来都是 都是要靠无人舰 他有讲啊 就是说其实是要跟传统舰队联合作战的 联合作战的 那现在很多都是辅助系统 就是像这个补给舰 他有完全这个无人的补给舰 在作战的时候把这个补给的物资 送到这个前线 那所以是在发展阶段 那你说要真正的主要的战舰 要变成无人的话 我想还有很长一段时间 你这个随便一艘舰上 上面都是三四百人 那么在舰上 那一艘航空母舰是5000人 所以要把这种大型的作战船只 慢慢都无人化 我想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这个西南诸岛 这样日本来讲的话 就是琉球群岛 基本上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琉球人要同意 因为琉球人现在非常反美军基地 而且琉球对于 那个日本的自卫队进驻 进驻很多新的岛屿 琉球人都持得非常反对的态度 那现在如果说要把这个中岛部署在琉球 对琉球来讲他们就变成首要日本首要被攻击的目标 所以琉球人常常讲说你们把这些危险东西都放在我们琉球上 对你为何不放到日本其他岛屿呢 日本那么多岛对不对 从北海道到这个本州到这个四国到九州 你都不把这些东西危险了 你都部署在那 你危险都部署在我们琉球 琉球做日本二等公民已经多少年了 现在死还要第一个死吗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他要这样做 他国内可能会有很大的这个会有很多反弹 不过基本上要部署中岛其实不只是琉球人反对 其实整个日本比较爱好和平的日本人 都反对 都反对 因为因为中岛的话基本上就是说 你会被如果战争发生的话 你可能是被首要要被摧毁的这个好目标 你就是那个剑靶吗 你就做剑靶 就是来打我的意思吗 因为我随时要威胁你 是这个意思 这个部分其实这个要看日本现在这个自民党政府了 那个岸田文雄前一阵子曾经有说 你要不要引进这些核子武器到日本来啊 来部署啊 岸田文雄说我不要讨论这些 我们先不讨论这些事实 先搁在一边 对而且这个中岛这个议题 其实在日本也已经被拿出来讨论一段时间 那么各种意见都有反对居多 那当然想要把中岛部署到整个第一岛链 是美国人的意思 并不是日本人的意思 美国现在对我想对未来的这个 亚太东亚的战略部署啊 现在有一些我想基本策略的改变 本来只是一个防线 就是说啊这个是第一防线 第二防线第三防线 现在叫前沿基地 什么叫前沿基地 前沿基地就是要战斗了 而且事实上可以对于潜在敌人进行打击啊 所以本来事实上韩国日本台湾日本都有限 美国都有限制你部署武器它的打击距离 以前都有限制了 韩国的去年取消了 韩国本来好像只有也是一两百公里吧 台湾以前就是一百五十公里啊 你看美国现在还有没有什么一百五十公里防御性的没有了 日本也慢慢在主张说我的这个中程导弹 要放到你日本来 那其实这个字我觉得是美国整个他们的这个军方的战略的 已经做了改变 才会有在川普任内的时候 主动跟俄罗斯废除了美俄的中岛协议 因为中岛的话是美国跟俄罗斯原来是掌握最大最多的中岛 所以它本来跟俄罗斯间有一个限制的 有一个限制中岛的这个中岛条约 美国主动把它废了 废了你现在看出来它的动机就不只是针对俄罗斯 事实上它要在它的所谓的海外的基地 基本上从防御的角度变成攻击前沿 所以它就要部署这些攻击性的武器 所以我是觉得就要看这个韩国 日本 琉球人 还有台湾 这些决策者有没有足够的智慧去思考一下 部署这些中岛能带来什么利益 还是会带来什么灾难 那看什么船呢 这个船是救助船 对救助船的话是不是作战舰艇的问题 那我看我们陆委会立刻就说 你不要超越到海峡中线 那事实上的话好像大陆的舰艇 那么超越海峡中线的情况好像也不太多 那它基本上把它的舰 这个算是一个救助船 是一个最大的这个盾位的救助船 那么放在这个平潭港 平潭港它唯一的 我觉得对台湾比较有意义 就是说它是离台湾最近的大陆的一块领土 那么平潭港最近也有很多这些建设 就是希望台商区里面一起来共同建设 它是一个示范的地方 我想很容易 西方国家反正就是指鹿为马冠 你救助船它搞不好就把你说 里面藏了什么鱼雷 藏了什么木马 对他们这个常常这样 不过我看我们陆委会也做了发言 我是觉得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这个要找到更好的理由 因为说如果说是救助船 都不能放在这个平潭岛的话 那你要什么船放平潭岛 对不对 那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 如果说这艘救助船 它将来确实是从事救助工作的话 那在海难或者说这种天候不好的时候 那随时待命的话 那对于这个在海上面航行的 在台海上航行的 这些船只来讲的话 不能说都是威胁吧 你要讲是威胁就有点太牵强了 但现在对于两岸的关系 已经没有所谓的一个中国这个交集了吗 你看现在其实大陆外长王毅又再次的强调 可是在台湾这边现在怎么看 说台海稳定定海人一个中国 也很多人不认同啊 这个现在民进党是把这个九二共识 他不接受了 那国民党是主张九二共识啊 对不对 我们马英九先生一再呼吁啊 虽然不晓得现在国民党 现在的朱立伦主席领导之下的国民党 不太一样哦 我觉得也不要太对他那个断 他是有一点点好像搞得比较模糊一点 他还没有说不接受九二共识 对我想就是说 即使他不接受九二共识 但是国民党里面接受九二共识 还大有人在嘛 那不只是台湾 只有国民党接受九二共识 台湾广大老百姓 接受九二共识也大有人在 所以我就觉得现在 现在主要问题还是民进党政府了 他就是说他因为控制政权嘛 所以他用这个政治机器来否定九二共识 并不能代表台湾普遍的民意啊 对其实你要看自民党的这个修宪的草案啊 你就不得不怀疑啊安倍是不是军国主义者 因为你要看日本的这个宪法和平宪法 这个是这个麦克阿瑟帮日本订的 他现在要修的是第九条 第九条在第二章 我给你稍微讲一下这个他怎么修啊 第二章原来日本的宪法里面第二章 这一章的章节叫放弃战争 章节就叫国防战争的放弃 那可是自民党要怎么修 他要第二章 这张章节的名称改成安全保障 所以战争的放弃改成安全保障 所以没有放弃战争了 这个是日本和平宪法的精髓 就是放弃战争 他现在把放弃战争这个拿掉了 那这个放弃战争第九条 本来只有四只有五行 那自民党这个修宪的这个草案 从五行变成多少行 变成23行 你看加了多少字 所以他这个安全保障 他这个本来 他变成 我念一下这个第九条 原来日本的原文 四江很简单 日本国民衷心谋求 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 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战争 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 作为争端解决的手段 永远放弃 对 为达到前项目的 不保持陆海空军 及其他战争力量 不承认 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这就是战争的放弃 这是日本宪法的精髓 现在日本就把它改掉 改掉什么呢 就变成就是说 不是永远放弃 他只是说这个战争 不永远放弃 他是放弃 可是呢 不用武力的方式来解决国际 可是呢 这项这些规定 他前项规定 不适用于什么 发动自卫权 他不是自卫权的行使 他自卫权的发动 自卫权还用发动 这个用词就已经好 然后后面开始谈一个 第九条之二 连续谈了什么 国防军 要把国防军 放到日本宪法里面 咬咬咬咬写了十几条 十几章 十几 十几行 你说这不是战武装是什么 以前的宪法说 你要放弃宣战权 交战权 放弃陆海空军力 你现在开始说 我要设立国防军 你说这个修宪 是不是打开一个潘斗拉盒子 我跟你讲能不能修 谁都没有办法说 只有一个人能控制 就是美国 美国让他修他就会修 美国不让他修他就修不了 现在美国我是觉得 会跟日本讨价还教玩一下 可是日本自己 美国自己也要小心 二次大战杀死美军最多的 可能就是日本军了 日本美国这个当时麦克拉萨远见 用这个和平宪法 要日本的宪法放弃战争的行使 你现在日本人 现在要把放弃战争 这样的一个宪法 美国人加在日本人宪法里面 最重要的条件 现在日本人要把你打脸 把你取消 然后开始公然设置国防军 那基本就是打你麦克拉萨耳光了 打你美国人耳光 看你美国人愿不愿意 子弹飞弹 随时转败 随时往东苗就是打东边 往西苗就是打西边 美国人也自己看着办 等等帮大家科普一下 水晨就是维生性电解次氯酸水 跟病毒作用之后会再还原沉水 温和不刺激也不会伤害肌肤 所以母亲只要到了 还想不到到底要买什么的话 赶快到快点购 记得输入折扣代码 CTI717帮你把好康带回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